全球最红24岁乐队男主唱与40岁灵异女官宣了他们的恋情 这样炸裂的新闻占据了各个媒体的头条 侮辱谩骂的消息如潮水般涌来 粉丝们纷纷表示苏菲配不上海耶斯 还有人猜测海耶斯会抛弃乐队单飞 可这次苏菲不再会受这些网络暴力影响 他们一同参加朋友的聚会 一起看画展 一起跑步 任何人都无法将他们分开 媒体胡乱编写他们的新闻 还有人说苏菲是小野养子二代 这天清晨苏菲前夫来敲门 她要接走女儿 她抱怨门口每天蹲守的十几个狗仔搅乱了女儿的生活 她还问海耶斯要和自己的妻子多久才会结束这荒唐的一切 她质问苏菲为何要和女儿十几岁挂在床头海报上的偶像搞在一起 明星的生活没有隐私 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乐团的小资出了些事 她要走几天去帮她处理下再回洛杉矶 苏菲的艺术馆每日被过激粉丝闹市围的水泄不通 几乎无法正常营业 女儿在学校受尽同学的嘲讽和侮辱 甚至她暗恋的男同学也对她出言不逊 苏菲回家又被无数狗仔围追堵死了 打开笔记本更是不堪入目 网友纷纷留言你的女儿肯定恨你 你女儿很美为什么海耶斯不和她在一起 苏菲被誉为肯嫩草的老巫婆 面对无处不在的网络暴力 苏菲接近崩溃 如果说自己足够坚强的话 她可以受尽委屈 但她不能让女儿跟着她被大众侮辱 几天后她来机场接从伦敦回来的海耶斯 她将手表还给了对方说坚持不下去了 我们无法继续下去 这是给她的女儿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尽管海耶斯恳求苏菲不要这样 然而苏菲还是将她赶下了车 可晚上海耶斯又敲开了她的房门 她说我14岁就加入乐队 我不能让乐队毁了我的一生 但苏菲说如果这样下去才会彻底毁了你 真爱无法分开两个相爱的人 他们再次拥抱亲吻对方 彼此鼻息温暖又熟悉 这份艰难的爱情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坚持下去 海耶斯无法忘记这样一个让她刻骨铭心的女人 她原以为自己无限的宠爱就可以给她幸福 然而就是这份炽热的爱被公众于众后 却让她被伤害得体无完肤 她理解自己早已习惯这样无处不再被骚扰的生活 但她不能强迫其他人可以立刻接受这种非正常的状态 这似乎像很多分手情侣的约定 然而真正多少对分手的情侣会再次走在一起 海耶斯将手表放下离开了苏菲的家 这次他们真正的分开 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时光飞是五年后苏菲的生活恢复了平静 女儿去了芝加哥工作 她经营的艺术馆也在洛杉矶业界很有名 她似乎早已经忘记了那个五年之约 甚至准确的说是不敢贪恋那个约定而已 她只是在各种媒体默默关注着海耶斯 苏菲在美国格雷厄姆诺顿秀中看到了嘉宾海耶斯的演唱 她已经单飞 她眼神忧郁 歌曲充满悲伤 海耶斯不再是个大男孩而是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她并未成为二线小明星 相反而是越来越红 她每年都在不停地巡演 海耶斯深情流露让我带你回家 当你失去希望时 我们尝试了你的方法 现在让我们重新开始 当主持人问她今年有什么打算是 她说等这次巡演结束后 她会去洛杉矶度个短假 这次采访再次让苏菲内心升起一阵阵波澜 她时常觉得海耶斯会来看她 可每每回头她又会笑自己自作多情 那个约定不过是年少无知的男孩对分手的说辞吧 红透全球的明星身边会围绕着数不尽的漂亮女孩 这很自然 她绝不会想起一个大她近20岁的女人 直到这天她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此时2024年美国电影对你的想象剧中 普通人的姐弟恋巨大的年龄差异都会面临很多考验 何况40岁离异女与24岁男明星的恋爱 他们恋爱的全程节奏全由女方把握 每一次她的离开和回来都是女主的决定 为了女儿她迫于舆论压力分手 电影比现实或许过于理想化的美好 片中五年后他们再次见面 然而现实中或许他们早已散落天涯 当我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会有幸福和痛苦两个极端 伴随着幸福和痛苦都有疯狂存在 莎士比亚曾说过爱情不过是一种疯狂 感谢生命中能遇到为你疯狂的人 毕竟那份炙热的爱可遇不可求 无论两人最终是否会走在一起 在七天看来这份爱情能让你回忆时 依然面露微笑度足够 专注大女主爱情及传记类题材电影 关注我 好片不迷路 但你解读不一样的爱